几个月来香港为劳修订逃犯条例 出现的分波已经完全变质 暴力活动成为常态并情绪争体 影响恶劣波及面馆严重动摇法治权威 当下因如何指暴治乱 如何为香港青年扩清迷失指点未来 带着这样的问题观察着王总编前往香港 在汉轮集团总部采访了陈启中先生 接着问到8月13号的时候 你参加香港地产商在报纸上发声 这是香港本地对激进暴力示威的重要反应 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陈启中表示老实说没怎么考虑 该说的事就做需要什么考虑 你可能不清楚香港人给英国人搞到 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地步 所以对政治的事非常不了解 包括最大的地产商 所以香港人一般来说政治上都极度幼稚 不同意在别的地方长大的人 比如说中国内地长大的人对政治很敏感 在美国长大也是这样 但香港有一般人完全没有政治方面的认知 这就问到你认识的李世默先生在做过一个演讲 照着原事事的终结就是冷战时期的两种原叙事 后来讲西事普世价值普选人权的赢了 但香港很特殊 冷战时没有经历过这两个东西 所以你刚才说香港本地老百姓不政治化 那么现在开始变得政治化 是不是有人刻意要补课的时候 抗议者的五大诉求与百姓民生的需要并不匹配 他们面临的民生问题 与他们在街上喊出来的口号是两回事 对陈你怎么解读 陈其中表示怎么解释呢 第一 香港人的政治基因跟内地人不一样 有新中国成立时跑下来 有商反武反食跑下来的 有达饥荒跑下来的 有文革跑下来的 有学超市跑下来的 所以这些人这两对北京纯有戒心正是敌意 他们是香港人的政治基因 变得跟内地老百姓相当不一样 第二 英国人也是真厉害他们为了这山的利益 在香港回归之前的几十年里 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之后 那时发生两件事 一个是银行挤兑 一个是受文革影响而发生的六七暴动 初始英国人培养出了一种事件少见的人 既完全没有国家观念 且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人 五十年代有国家观念的香港人跑去台湾 就成了跟台湾勾结 七十年代 特别是八十年代之后 有国家观念的香港人 就被香港当局势为勾结北京 干一政府也怕香港人在国家观念上认同英国 所以绝对不成了你是英国人 不乱挺移民去英国 可是他们对国家观念极度敏感 所以他们就彻底谋杀香港人的国家观念 用经济来骂追香港人 这样做也有好处就是让大家都不讲政治 去发展经济 所以经济比较容易起来 社会上大量优秀的 有头脑的人都涌向商界 商业气氛自然就浓厚起来 但是另一方面也就制造出了一般完全没有政治意识 甚至可以说对政治完全无知的了 干一之下的香港不容许你讲政治 更不容许你讲国与国之间的大政治 1997年回归之后要赶人质赶 拆开时有政党 开始有地方政治 可香港人对国与国之间的大政治仍然很无知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压 内地的朋友很有国家观念 对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很关心 他们的问题在于只看到一面 比较不容易客观看到国际问题 但香港人是主观客观都没有对大政治一窍不通 这程回归以来香港从来没有对英国殖民同志 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和讨论 没有对英国愣着的好事坏事进行客观评价 当然真是这样的讨论并非易事 但总之香港社会就是没有对确进行大辩论 再想想外国某些人把香港看作棋子 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在中美大格局变化的背景下 香港并更成了小兵小卒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跟内地政治基因不同的了 没有运心的人背后得到国际势力支持的了 读开了香港的年轻人回归至今22年了 现在上街的好多年轻人甚至不到22岁 哪怕那些30岁左右的当初也不过8岁 他们对北京你有什么认识 北京没有对你好不好吧 这30年来有过对不起你的事吗 没有吧 所以说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就这个原因 现在反北京的人控制了教育界 现在上街的这些孩子们20多年来受的教育 都是所谓的泛民派写出来的东西 你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政治意识 会生成怎样的政治生态 学校要推行国民教育 香港人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政治原因 记者问到现在特区政府已经伸出了橄榄枝 用一对话但似乎对话一直不起来 还可能有什么妥协的方式吗 如何达成和谐 在法国黄北新运动的民生述求很强烈 政府说出一些妥协就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 香港反对派似乎不接受妥协为何 陈吉庄表示1997年回归之后 香港算是有了本地的政党政治 从第一天开始就有政治斗争 注意斗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 而且香港的事还牵涉到一些外国势力 香港不过是一枚地缘政治的气质 一个小竹而已 外国势力为什么利用香港 还不是为了攻击中国 正如香港反对派不是冲着香港政府 而是冲着北京 从1997年七月一里开始 他们反对的就不是香港政府 而是中央政府 说白了就是反共 他们在艺术审天上 以中国内地是敌对的 您说这不是政治是什么 政治斗真有妥协的吗 怎么妥协 以往在反对派的压力面前 我们有的政府官员甚至北京 是你推我就退 你再推我又退 退到最后一步 你说不要推了我质问 那下次他们不会推你才奇怪了 1997年的时候 甚至回归之后的前十年 你这样做我可以理解 毕竟中国当时的中和国力 和今天不可同理而语 世界格局也和今天有很大的区别 那时候中间政府对香港高度包容 甚至把光源撤回去 认为既然感人质感了 那么不管就不完好 但是这也算是没办法的办法 不过可能真的有人错误地认为 这是最好的办法 反正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 但香港回归二十多年了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教训 为什么这么说 改革时期香港人 从来没有治理过香港 回归后要感人质感你怎么治 特区首席行政长官 虽然职位里有行政二致 但这不仅是一个行政位置 你需要懂政治会搞政治的人 把公务员放到最需要讲政治的位置 是华谬的不能再华谬的一件事 香港人本来就国家观点淡泊 其中最没有国家观点的就是香港的公务员 在正名统治时期 他们最不可以有政治意识的群体 1997年的时候有人跟我说 公务员可以被看着是香港最大的政大 我心想你这是开玩笑吧 特首这个职位不说别的 官代表中央在港主权这一时 就是高度讲政治的 干一时期的港独也是个讲政治的职位 从来都是这样 不过也算英国人本土了他 竟然能把香港人与政治完全隔绝开来 直到1997年之后 才让这股政治力量示范出来 昨天晚上新加坡学者马开石跟我说 英国在殖民地都是这样把政治说得实实的 临走之前特意打开门放他出来 那是英国人有意留给你的 1997年30月本冬金华先生去新加坡找李奥 李光耀跟他说 英国人流了好多地雷你要小心 李光耀是在政治斗争中长大的 跟英国人明争暗斗这么久 我们香港人哪里懂这些 所以我们当初对特区行政长官 这个位置的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这件事上中央政府第一低估了英国人 第二高估了自己第三高估了在前线的香港人 根本不知道香港人是没有国家观念 没有政治意识的 好多年前我曾经跟某位国家领导人说 共产党是同战高手 周恩来仲列是同战高手 但他要是看到1997年之后 在香港的同战工作 简直实不明目 因为完全一塌糊涂 那位国家领导人立刻转身 对负责同案的人说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 同战工作要越开越走 你们越做越窄 所以最高领导层的意识是问题 但下面的人在操作层面上问题很大 我提个简单的问题在香港的爱国爱感阵营里 有谁受到香港老百姓普遍中计没有 22年了一整袋人里做了什么事 香港特区政府又培养政治冷采了 香港人能政治意识都没有后来政治冷采 记者问道有很多香港演艺界的明星 发出一些爱国爱感的声音 正是处于市场的需要 还是他们真的有政治支援物 陈其冲说那些人我不懂 但不论他们怎么表态都不重要 因为在山言山 电影明星要在内地卖骗子 他来要爱国 真正重要的是香港社会所有的精英城 那些会思考问题会写文章的 有几个属于爱国爱感阵营难得一两个 我们没有培养爱国爱感的政治冷采 香港位数不多的政治冷采去了反对正义里 当然我也不知道反对是容易的 正面去建设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跟政府拉上关系 凡事都得合法去做 反对派敢在背后做不符合的事 而且做了很多 记者问道香港这次动乱 是有反修理这件事情闹起来的 因您看这是个偶然事件 还是一个迟早要来的事 陈其中表示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在治理香港的问题上 不能犯基本性的错误 要是没犯这样的错误 那么这件事可能是偶然的 但以往二十多年犯了不少基本性错误 那么这场分波就迟早会发生 记者问道 那么现在你觉得如果要亡羊补牢 应该从哪里着手 陈其中表示哪里着手我也不知道 我不敢说怎么做是对的 怎么做是错的 我可能有点阿Q精神吧 我觉得有三个可能发生的好事 至少是坏事便好事 第一 现在买房子的好机会道理很简单 香港不会促成一国两制也不会消失 内地有时适应同胞有钱人多的是 中场阶级商品人要是百分之一来香港买房子 那就有三百万人香港有多少房子给别人买 这当然是半开玩笑不是在解决问题 第二就是回归基本法以往这二十年 好多做法都违背了基本法的原因 比如立法会的议事归成今天这个样子 现在应该跌着这个机会正本情愿 回归基本法一切照张较识 把以往歪掉的东西照着基本法修着过来 第三点就是叫北京对香港事务 及香港人看得更清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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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